真相我来帮你追 吐槽需要有智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新闻脱口秀 中共说 开放以后 有些行业会产生报复性的消费 万万没想到 说的竟然是殡葬行业 而且央视已经一连五六天 没有坏人播新闻了 都是康辉和郑立连着上了六天 央视这个新闻联播节目 共有八个主持人 一般是两两一组 四组人的每天轮换 经常看央视这个谎言新闻 大家都知道 但这几天一直不换人 你说是几个意思 难道康辉和郑立被封在单位里了 出不去了吗 难道 很有意思 再一个 最了解流氓的就是流氓 你看北朝鲜动作多快 已经禁止中国公民入境了 你看 把门关上了 三胖鸡贼啊 哎呦我天 你看看 所以我跟你说 西方很多国家领导人 真的不如金三胖 到现在还不实施禁止中国人入境的措施 还开放入境 顶多是检查核酸 这就是这个 我等着吧 很快新年一过 全球这个疫情立刻起来 一定的 对了首先今天节目刚开始 首先还是要就中共现在辟谣习近平的母亲齐心是否去世的消息 我要反辟谣一下 我在上个周五的节目中说了这个齐心很可能已经去世了 在301医院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一个和高层有一些关系的这个一个朋友啊 这个可靠性是很高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啊 12月25日中共官方在南方日报上发了一个一个报道啊 说是广东省委领导看望慰问老同志 里面非常蹊跷的出现了习近平的母亲齐心的名字 你看啊 我当时一看就乐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欲盖弥彰啊 齐心作为当今皇上的娘 怎么成了一个普通的党内的老同志了 而且领导地方大员去慰问 难道不应该把皇太后的名字放在第一个吗 还故意啊放到中间是吧 既不能太突出 显得很刻意啊 又要让人能看得见呀是吧 起到辟谣的这个作用 再说哪有给太后请安 不在重要位置突出报道一下的 怎么也得新闻联播呀 或者怎么地方新闻里上个头版头条吧 还混在一群不知道是谁的一大堆老同志的堆里面 发个小报道 用心良苦 这就是在委婉的告诉大家 太后尚健在 不要乱传谣 那中共一贯如此 中共只要出来辟谣 那就证明这个谣言是真的 是吧 而且这番操作其实很笨 你也很无奈是吧 如果真的你想辟谣的话 你直接在新闻联播中出现一个镜头 广东省委领导专程看望老同志 其中给齐心一个大大的特写镜头 不全齐了吗 是吧 没有吧 所以我敢断言这恰恰说明其心 真的 这个去世的消息是真的 但是为什么娘去世了都不敢说呢 怕乱了军心呢 现在已经你看乱成一锅粥了是吧 但是中共现在是能蒙着过一天算一天 这个现在中共就是这种心态是吧 你想不然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 大家一听好家伙 皇上的娘都没保住 我们就更完蛋了是吧 一下子军心崩溃 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了作为一个生命的逝去对我们来讲对所有的普通人来说吧都是可怜可悲可叹的一件事情 我并不是想拿这件事情来炒作 我只是想说中共荼毒生灵连自己的亲妈也一样难逃结束对吧 好说到这了先暂停一下 这个现在给大家插播一个我觉得跟我们的健康都有关系的一个广告 也是本期节目的一个赞助商扁康丸 你看大陆现在这个疫情大爆发 而且美国欧洲很快很快 这个疫情现在一开始重新抬头了是吧 所以我们更加需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 特别是我们的呼吸系统 所以这里给大家推荐著名的韩国中医药品牌扁康丸 韩国名医徐孝希先生通过对呼吸系统疾病近50年的研究后 成功研发了扁康传统医学疗法以及扁康丸 能够从根本上帮助恢复肺部的机能提高免疫力 那么传统中医认为肺是五脏六腑之首 像鼻炎哮喘皮肤病和重症肺病都是因为肺部积热所导致的 因此扁康丸先从清除肺部积热开始提高免疫力 同时帮助肺功能恢复正常 最后从根本上解决肺部以及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 目前为止扁康丸已经在全世界治愈了超过16万的病患 大家可以到扁康丸的官网站去了解更多的讯息 那么也会有专家提供免费的咨询 扁康丸也在世界很多国家提供客服热线 包括北美 台湾 香港 日本 新加坡和澳洲以及欧洲等等 好 广告到此结束 好 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些天来的新闻堪称是触目惊心 是不是大家 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密集的这些有名气的 或者高官或者体制内的专家学者 著名的教授什么等等 密集去世 几天几十个院士 什么各类专家学者 导演演员 葛优他妈 还有跟彭乐园关系很好的 赵丹的女儿赵青 大面积的去世什么的从来没有过 而且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规律没有 很多人复告一开头都是这么两句话 优秀共产党员 酒精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 挂掉了 都是这个 感觉就是什么 就是越优秀你越跑不掉 越酒精考验就越悬了 你看党的好雕盘 胡锡进感染到现在还没好呢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现在 外交部说活在中国你就偷着乐吧 那个赵丽坚也发烧了 而且家里还没药 我们怎么知道呢 赵丽坚的老婆汤天儒 12月19日发微博说 你要发烧几天才会好 已经一周多了 买不到消炎药 感冒药 退烧药 好无助 这些药都去了哪里 这个微博就是这个汤天儒的微博 这条微博后来他自己又删掉了 因为这条微博实在让大家容易偷着乐 对吧 连赵战狗都买不到药 可见就不是不给你买药 是真的没药卖 在一天之后的12月20日 赵战狗的老婆再次发帖 这次不再抱怨买不着药了 而是分享要如何靠饮食调节身体的正能量 又开始发正能量 但注意贴文中有一句话说 没有退烧药前和发烧低于38.5度以下时 我们是靠冰棍降温的 注意这里 汤天儒用了一个我们 说明这夫妻俩都发烧 都染疫了 而巧的是 据中共外交部的官网显示 赵立坚最后一次主持外交部例行新闻会 是在12月2日 此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 之后的这两个多星期以来 都是毛宁和汪文斌上场的 那个汪文斌很有意思 前两天打这个黑领带上来了 人家问他怎么回事 还用我多说吗 那两天正好是赶上这个谁 传闻骑星去世 所以 是吧 很有意思 除了中共的这些铁杆走狗之外 看看现在北京 上海 郑州 武汉等等 各大城市的殡仪馆 火葬场 哎呀 网上太多了 堆积如山的棺材 尸体 火葬场 24小时连轴转 炉子烧坏了好几个 这类视频网上太多 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看 现在别说普通百姓 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 现在这个腹部级的高官 你看他发了个帖子 腹部级的高官死了都没地方火化 尸体都要等了7天以后才排得到 你看 那么排在他腹部级 那么在他前面 肯定比他官更大的 更大的官也得等 他等7天 别人可能等个4天 5天 3天 2天 你都得等 你就可想这个情况有多么恐怖 死的人太多了 根本就是应接不暇 上面这个帖子下面还说 说这个玉拳银的一个 冻肉的冷裤都放满了 说是摆了这个1.5万具尸体在里面 多可怕 我的天 把这个民间用的这个冷裤都征用了 不光是北京 很多地方都这样 我粗粗算了一下北京官方公布 北京地区有12家国营的火葬场 我搜了一下 在这个Google上一搜 大概能搜出15 6家来 咱们按照每家平均8个炉子 至少8到10个炉子吧 咱们来算 一个炉子每天能处理 一小时差不多两个嘛 有的还更快点 咱们按照一个炉子平均一天处理50个 大家自己算算 已经有点瘆人了是吧 粗略算下来 每个火葬场每天开足火力 能够处理四五百个 全北京每天就是六千多吧 将近七千个 从爆发开始到现在二十多天了 光这段时间处理掉的 应该就有至少12万到13万左右 而且别忘了 还有很多人在大量的排队等着呢 这排队排到一个月以后了 那么你想到现在已经多少人去世了 北京官方才公布全天就五个人 七个人全国 这不是开玩笑吗 而且更令人吃惊的是 现在你随便给国内的家人朋友 你打个电话问一问 几乎都有亲戚朋友 或者你认识的 家里人认识的人感染的 或者重病乃至去世的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 几乎人人都有 给国内打电话 人几乎 现在是全家都养了 这个概率之高 惊人到无法想象 这个情况 所有看节目的朋友 应该自己都有体会 大家可以打电话问问 你国内的亲朋好友 看是不是这样 疫情之凶猛匪夷所思 前几天中共自己内部的数据都承认 短短20天内有2.5亿人感染 海外不少的病毒学专家分析说 到12月底 中国至少有4亿人确诊感染 所以现在官方为啥也不公布数据了 也不再统计数据了 彻底躺平了 他能不躺平吗 再这么统计下去 自个都吓死了 他现在不但不再发布 每日疫情最新的数据这个信息 他甚至宣布新冠改名字了 从新冠肺炎改成的叫新冠感染 新冠感染 多可笑 咋着 你改个名字 病毒就不再攻击人类了 是吧 你改个名字 症状就能减轻一点 你再改个名字 病毒可能就跑了 没了 你干脆直接叫他 你去管这个新冠病毒 叫这个益生君德了 还可以下饭吃了 中共这帮 这个脑子是怎么长的 搞不定了 就掩耳盗铃改名字 在改名字的同时 中共当局宣布 将从明年1月8日起 将新冠肺炎下调为叫 蚁类蚁管 就是蚁类的流行病 没那么厉害了 可以放开了 正式取消了入境人员的 隔离管理 不再隔离管理了 并宣布 对国内的新冠感染者 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了 来中国旅游的旅客 将无需申请健康码 入境后也不需要再进行隔离了 直接进来了 不但如此 当局还特别声明 将向外籍人士来华 提供签证的便利 让大家尽快的 顺利的赶紧去中国 方便大家去中国去 去中国干嘛 找死去 而且取消国际客运航班数量管控措施 并逐步恢复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 哎呀我的妈呀 见过恶毒的 你见过比中共更恶毒的吗 现在这个遍地 大家看看在白费的痛苦中死去的 每天几万几十万等待火化 这么严重大瘟疫的情况下 竟然鼓励外国人来中国 鼓励中国人走出去 这不是就是急着 把这个病毒散播到全世界呀 自己一眼看撑不住了 就打算让全世界 跟他一起同归于尽 多恶毒啊 自己把自己作死了不算 要拉上全世界的人来垫背 这就是共产党 这就是共产党 中共从建政开始 天天叫嚷着要干嘛 战天斗地 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其乐无穷 毛泽东说 他也真的就这么认为的 你看 这个老天不下雨 他可以利用所谓的科学手段 人工降雨 与天斗 他敢把长江截流 黄河截流 拦腰阻隔 弄个什么三峡大坝呀 这各种 到处炸山 填湖 填海 毁灭山川湖泊 自然环境被破坏殆尽 战天斗地 那与人斗更来劲了 几十年 中共的统治史 就是一部整人史 没停过 特别最近这几年 从疫情开始之后 变本加厉 前三年的动态清零 严格封控 他要控制住你的声 现在突然放开 撒手不管 他要控制你的死 而且中共也不相信神 他就觉得天地间 他是老大呀 狂妄至极 结果怎么样 一个小小的病毒 就把它打回原形了 还占天斗地呢 连这么个小小的病毒 你都干不过 你占天斗地 你这呸 可笑啊 人是无知 才会狂妄 人定胜天 你看 就说前几天 美国这个东部 我们东部嘛 纽约这边突然 这个来了个什么 冷空气炸弹气旋 当天啊 上周周五吧 周四周五的时候 上午还是下着小雨 五六度的温度 到中午刚过 突然降温 到晚上下班的时候 出去这个零下十几度 很多朋友 我的车也是 整个被冻住了嘛 门都打不开了 因为刚下过雨 都外面是湿的 都是水嘛 全冻住了 你说这一下 能让这么大面积 数百万人群的 这个大面积的地区 整个东部 上千万地区 人口的这个地区 瞬间降温 到这么恐怖的程度 这是用人力 你能办得到的吗 老天爷 轻轻松松给你来一下 一个炸弹气旋 啪 办到了 更不要说 自然间那些 更可怕的天灾 地震 海啸 火山 喷发 上天轻轻的发个威 人间就失衡遍野 你说你怎么跟天斗 人定胜天 可笑死了 你连个小小的病族 你都干不过 你还人定胜天 这多可 愚蠢可笑 无知无畏 就是这个 上天要想灭了我们人类 不费摧毁之力 现在大量的考古 发现太多证据 史前人类 多次高度的文明 几乎都是一夜之间 那个旁贝城不就是什么 一夜之间没了 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 你还想跟老天爷 摆摆手腕 你还说老天爷 老天爷看了多可笑 狂妄无知 但是有人说了 那为什么中共 为非坐逮了这么多年 中共从诞生到现在 一百多年了 上天就不收拾他呢 那不是有句话吗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吗 一切都是有 有因果有原因的 如果今天这场大瘟疫 那就是老天爷 要开始报应他的时候到了呢 对吧 我觉得是 所以大家看看 谁能逃得过呀 所以人定胜天这种鬼话 中共就是给自个儿说说壮胆用的 千万不能信 千万不能信 有一种说法 说中共这次是主动投毒的 我不同意 看到好多网上有很多人在讲 说这次中共主动投毒 逻辑上说不通 我看网上很多人说 水中检测出了阳性 这个阳性它检测不准的 我就有朋友 啥事没有 就买个厕所吧 一厕都是阳子 啥事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才不好说的 还有人就图片说 这个飞机从空中 在中国 空中洒波病毒 这个也不靠谱 病毒 我们从最开始的 这个基础知识都说了 这个病毒离开了人体 这个宿主 它是没法存活的 空气中在水中 它存活不了 几分钟就死掉了 你放到那 它怎么能传播出去 所以这个从科学的角度上 是说不通的 而且中共是蠢 是蠢 但它也怕死 那些中共那些人 它也怕死 它不至于主动放出 这个病毒 把自个儿弄死 怎么办 不会啊 逻辑上说不通 不过中共的本质啊 就是要逆着自然规律 干事情 它就是逆天而行的 破坏山川自然 它是这样 破坏传统道德 大搞运动 杀人放火 也是这样 这次这个疫情来了 它还这样 在最不该放开的时候 它放开了 夏天可以放开的 它管得严严的 冬天 是流行病 最容易大爆发的时候 它放开了 而且还是要把这个病毒 传播到全世界去 就是它干什么呀 都不遵循天道和规律 它就要逆天而动 所以它最后的下场 可想而知啊 不是不报 时候不到 我跟大家讲啊 中共这些什么高官啊 死硬的这些中共的党员 什么粉红啊 五毛啊 战狼啊 还有那些替中共摇旗呐喊的 战队那些恶人呢 一个也跑不掉 一个也跑不掉 已经开始了吗 为了警醒人们呢 就先从一些这个年龄大一点的 看起来 好像符合规律 相对名气稍微小一点的 从他们先开始 越来越往后 你看着吧 很多很多 越到后面 更多的知名的呀 更多这个作恶多端的呀 一个也跑不掉 慢慢都会这个开始 最近诸多迹象显示 政治局常委中的这个赵乐际 很可能出问题了 而且为了稳定人心呢 中共高层最近啊 只要有可能啊 就尽量大家都现身参加各种 有的没的各种会议 表示还没事 我们没事 最近这次是12月23号到24号 在北京召开的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七名常委只有五个出席了会议 习近平 李强 王沪宁 蔡奇和丁薛祥 而赵乐际和李希不见踪影 现在这种会议 只要习近平出席讲话 其他六个常委都会跟 跟屁虫一样跟着 现在这六个政治局常委 就是习近平的家奴 所以只要主子要他出来 他们一定出来 不出来就有问题了 赵乐际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在12月18日 召开的那个 中国民主促进会 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之后就再也不见踪影了 李希呢 自从出席了10天前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 到现在也不知所踪 所以赵乐际和李希 现在很多传言 而且网上很多传言 说朱荣基死了 而且到现在 中共也没有任何 正式辟谣的动作 你看这个待遇和亲妈 就是不一样 亲妈要辟谣一下 这个就不用了 近期北京坊间 有很多的视频图片流传出来 说与中共高层 密切相关的两个机构 出现了很多异常的现象 一个是301医院被严格的封控 各种控制 另一个是中共高层召开秘密会议的京西宾馆 近来是彻夜灯火通明 这都显示情况不同寻常 在这种情况之下 习近平26日首次出面 针对疫情大爆发 发出了最新的指示 又开始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了 凡是他老人家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 结果大家都知道 他说中国当前的新冠疫情防控 面临着新形式新任务 那可不是吗 然后说要大力开展什么 爱国卫生运动 你说哭笑不得 啼笑皆非 你现在是缺医少药没疫苗 你就从正常的逻辑思考 你得想办法去搞疫苗 想办法就是搞这个是吧 搞什么爱国卫生运动 又跟当年打麻雀运动一样 人家美国德国那么好的疫苗 主动伸出手要免费给他疫苗 不要 不要 难怪有种说法 说他就是铁了心 要让全国人民都感染一遍 主动要让人感染 所以有人说有什么投毒说 说他主动投毒 他觉得这样就安全了 让全国人民都养一次都安全了 大家都有抗体了 就能够快速实现所谓的群体免疫 然后就能够尽快开始恢复经济 中共就以这种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来救经济 这就是他目前的心态 也就是中共的智商能想出来的办法 而各地方的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 必须以此为目标尽快落实 所以很多像苏州很多地方就说 我们要尽快的羊 大家这个羊的速度不够快 出现了这么一波荒谬可怕的疫情感染 大跃境 他搞什么都是大跃境 搞什么都是运动式 最后给大家来看一个视频 我昨天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心里面特别的五味杂陈 就在昨天12月26号的凌晨 数万的百姓跑到这个湖南韶山的什么毛泽东广场上 一起唱什么东方红 你看这个 咋整的 大难当前跑去求助魔头 把魔头当神来崇拜 那你说还能好得了吗 这人呢 真是没办法 自求多福吧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次感谢您的支持 好 新闻最早点 咱们下次见 感谢您的支持